广州复大医院在大医惠民的旗帜下不断壮大发展 自2001年创办以来 复大医院遵循厚德行医、医德共济的院训 以科技新院、诚信立院、博爱伴院为宗旨 形成了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服务细致的医院特色 走出了一条在履行社会责任中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成功之路 这里创业的艰辛和创新的执着 串联起一个又一个拯救生命饱含泪水的感人故事 书写着一篇又一篇挑战极限、厚德惠民的大医文章 走进富大 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位冒名姑娘彭系妹 她的不幸和幸运同样令人唏嘘 2009年12月,她是个生患巨大卵巢癌 为不连累家人而独自在湛江流浪了两年的苦命人 是富大医院的徐克成院长偶然发现了生命垂危的戏妹 专车把她接到广州 为她组织捐款、实施手术 切除了重达55公斤的重瘤和囊液 噩梦醒来 喜获新生的戏妹判若两人 2001年 富大医院成功为广东淮籍的六岁男孩治疗颈部巨大恶性肿瘤 2006年 来自梅州的14岁女孩 在富大切除了眼部1.5公斤的肿瘤 并奇迹般地保留了右眼 从此步入校门 步入崭新的人生 也是在同一年 两位马来西亚华裔青年来到富大医院 冷冻切除了面部巨大肿瘤 消息传开 震撼东南亚 2007年 湖南患者黄春彩 重达17.5公斤的面颈肿瘤 被富大医院人员一举切除 这次成功震惊世界 路途社惊呼 超级拘留 超级技术 国外多家媒体追踪报道 称之为中国的荣耀 2009年 一位患有腹腔巨大脂肪肉流的清华大学著名教授 因病情复发 从北京到富大医院求医 富大再一次创造了奇迹 短短八年前 富大医院六次挑战无人感治 无人院治的复杂 微重肿瘤病例获得成功 还创造了多项业界第一 冷冻治疗肿瘤患者近六千例 主编出版世界第一本 冷冻医疗专注 肿瘤冷冻治疗学 首创冷冻治疗中央型肺癌 巨大肝癌 心脏心包肿瘤和胰腺癌 因胰腺癌冷冻治疗成功 获日本低温医学国际年会 授予中国人的第一枚金牌 治疗成功罕见的面部巨大肿瘤 等等 感谢观看